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天山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大型的山系 它横跟在欧亚大陆的腹地绵延2500千米 穿越了中国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四国 成为了亚洲大陆基本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境内的天山山脉的隆起 形成了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和北侧准嘎尔盆地 其中塔里木盆地当中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33万平方千米 大致相当于江苏 浙江和安徽三省面积的总和 塔克拉玛干沙漠每年的降水量只有几十毫米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 然而就在那片黄沙漫漫的布毛之地的北部 竟然拥有一个蓄水量达八十亿吨的大型湖泊 这个湖泊因为水源丰沛 生态环境又十分的特殊 所以不仅成为了天山南部 少数民族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绿洲 更是许多珍贵而稀有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的乐土 当地人说在那个湖泊的深处 有一种体型巨大 行踪隐秘 力大无比的水生动物 有人说它是水里巨瘦的化身 还有人说那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 净化变异的鱼类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和专家一起 前往塔利木盆地的沙漠边缘 去那片奇特的水域中展开科学探索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利木盆地的北部边缘 有一个浩瀚如海的湖泊 波斯腾湖 这个湖泊形如一个倒放的漏斗 十分奇特地坐落在黄沙遍布的沙漠中间 波斯腾在蒙语中是站立的意思 而三座屹立于湖中的沙山 就是波斯腾湖得名的原因 这个神秘的地方不仅沙漠与水泊相伴相随 还有许多难解的自然现象 让当地百姓感到十分困惑 相传 波斯腾湖里的水具有某种特殊的灵性 这种神奇的湖水能够孕育出许多珍稀而其意的生灵 这些生灵让百姓愈发敬畏这片蔚蓝的水面 在波斯腾湖附近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这里的水下隐藏着一种宛如神龙的巨型生物 从古至今 当地许多人都见到过那种体型巨大 行踪隐秘的水深重物 张海峰是波斯腾湖畔的居民 常年在湖上打鱼 不久前的一个秋天 张海峰和两个渔民朋友一到去湖中打鱼 张海峰将鱼网放入水下 几分钟之后 他们准备像往常一样起网收鱼 此时张海峰发现 水下的鱼网竟然十分沉重 一时无法拉动 似乎网中满是鲜活的大 非常大拉不动 百十公斤吧 然而 回都久 张海峰就感到了情况有些异常 这张水中的大网 无论怎么用力 水中的鱼网都吻死不动 回一会儿 鱼网中的东西竟然在不停地翻逃 这时 渔民们心中的兴奋 已经变成了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 突然水下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网中的生物竟然猛烈地撞到了船底 最后就听见水里面碰着船 当当的咚咚的响 随着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 渔船也剧烈地摇晃起 张海峰感到 这艘不大的渔船 随时都有轻负的可能 渔网中 打到的到底是什么 又是哪种水生动物 能有这般的声势和力量 慌乱之中 张海峰和同伴来不及多想 他们把渔网扔到了湖中 拼命地将船往岸上滑 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东西 就把网一撂撂 我们就划船就跑了 张海峰等人的离奇遭遇 很快在波斯腾湖畔的居民中传开 人们纷纷传言 张海峰他们在波斯腾湖中 遭遇到的动物 很可能就是当地 自古传言的水底巨兽 当地人说 这种巨型生物 性情暴裂 行踪飘忽 栖息在湖底最深的水域中 他们是波斯腾湖的水下霸主 渔民们一旦侵犯他们 往往会周急轻负 死于非命 自从张海峰离奇的遭遇发生后 湖畔的渔民们都感到十分不安 他们不知道水下的那种生物 究竟是什么 又隐藏在哪里 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般的 不明生物 又会不会突然攻击渔船 甚至吞噬生命呢 为了探寻这种生物的端倪 也为了揭开波斯腾湖的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 从库尔勒市出发 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冷蒙古族自治州的 波湖县 进行调查和走法 来到波斯腾湖的第二天清晨 我们在湖畔 见到了几位渔民 他们告诉记者 在湖中的确藏有不明水下生物 但是这种生物并不经常现身 只有在机缘巧合之下 才能一睹它的真容 在渔民的带领下 设置组乘船 对这个湖泊展开了初步调查 初次来到波斯腾湖 我们不禁被眼前的这片水域 深深震撼 积目远望 一眼看不到尽头 火桃汹涌的湖浪 分腾不息 站在船上 记者仿佛置身大海 这样的景象 让设置组感到 这里的水底 也许真的暗藏着 许多玄机 然而 设置组在湖上搜寻了两个多小时 却一直没有发现 水中有大型生物出没的迹象 向导告诉我们 为了避免被那种水下不明生物袭击 现在的渔船 都装备了马力强劲的马达 也许正是渔船轰鸣的马达声 让那种水中巨兽 不知不觉游到了其他的水域中 记者来到博斯腾湖之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明水生物 这让人们开始怀疑 这传说当中的水中巨兽 是否真实的存在过 当地的学者告诉我们 博斯腾湖在汉书西域传和北魏地理名著 水经著当中都有过相关的记载 那个时候博斯腾湖面积接近现在的五倍 古人把无边无际的博斯腾湖看作大海 地处西域 所以被两千年前的人们称为西海 传说西海龙王的龙宫就在那片烟箔浩渺的水域之中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个湖开始变得越来越小 直到现在只剩下了不到一千平方千米的面积 当地甚至有这样的说法 据说这湖面变小以后 原本居住在湖中的神龙就离开了博斯腾湖 而自从神龙离开 水中就出现了那种危害百姓的不明生物 这样的传说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附近的百姓却说 就在离博斯腾湖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人烟绝迹的死城 那里就是因为湖水消退 才成为被黄沙掩埋的荒丘 听到这样的传说 世事族感到 也许那个所谓的死城 能带给我们一些博斯腾湖以往的地理线索 为揭开湖泊当中不明水生物的绅士之谜 带来某种启发 为了探寻博斯腾湖流域更多的古代地理信息 设置组请来新疆地质工程勘察院的水文地质专家张鸿毅 和我们一道去传闻中的死城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组从博斯腾湖西南角孔雀河河口出发 沿着河道寻找传说中的死城 当考察组来到博斯腾湖东南方 约三百千米外的一片荒漠中时 果然在正前方出现了一片废鱼 当地人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城 据说这里早在千百年前就随着博斯腾湖水的消退而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带着好奇 考察组小心地进入了城中 不久后 我们惊讶地发现 这片废墟的规模十分宏大 塔东西长约七十米 南北宽五十多米 呈现出不胜规则的方形 而整个古城 全部是由沙土夯柱而成 应该是一个上千人聚集居住的建筑形作 我们现在来到 这就是古楼兰时期的一个移行城 它就是说是当时作为一个屯田的一个基地 最早楼兰王派了四十户来这个驻杂 冯京是当地博物馆的馆长 他介绍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专家在这里意外发现了大量 以生产工具为主的漆器 陶器和木器等文物 考古工作者在对出土的工具 进行年代测定后发现 这些文物是至今一千六百多年前 米兰人留下的生活印记 据史料记载 西汉时期 在博斯腾湖以南的区域 有一个十分昌盛的小国 楼兰国 而米兰古城 就是西域楼兰国管辖的一个城池 这里面曾经出现了很多木检 其中文上的这个文字记载呢 它主要是以这个 吞田水利这一块去走的 它包括这个节气 包括什么时候种植比较合适 什么是就是说是种什么植物等等 都有一些名字 这个名文的这个记载 丰馆长告诉我们 根据文物上面的文字记载 这个由米兰人修建的城池 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辉煌 那时整个古城被一条河流环绕 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由于米兰城周边自然环境良好 再加上米兰城位于中国内地 通往中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上 因而这里中外商旅云集 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繁华的城池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那么这一切真的与远处 博斯腾湖的湖水有关系吗 为了找到古城荒芜破败的原因 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 来到古城外寻找线索 古城的周边寸草无声 寂静而荒凉 在这样毫无生机的地方 考察了不一块 记者就新生出一种巨大的压抑感 向荒帝深处行进了没多久 专家发现 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块 似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你看这下面有沙子 有这个管理石 我们目前站的地方就是戈壁 典型的戈壁滩 这个戈壁是新疆港汉区 特有的一种地貌型的 张鸿义告诉我们 这片地势起伏平缓的荒凉地带 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沙漠 在地理学中 这种地貌被称为戈壁 这里遍布的大小历石 其实是古代洪水爆发时 被流水裹挟冲击而来 无数的石块堆积在一起 就形成这样的戈壁 这些历史的发现 表明大量的流水 的确曾冲击到了这一带 但是这些水竟然不知何时 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了这片荒凉的戈壁 为了能寻找到更多的线索 专家带领考察组 继续在戈壁滩中展开探查 然而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这片戈壁滩的面积 只有几十平方千米 不一会儿 考察组竟然穿出戈壁 走进了一片黄沙遍布的荒漠 而更让摄制组感到惊讶的是 在沙丘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片已经枯死的树林 干枯的树枝横起树疤 直指苍天 仿佛在叹息着过往 扣问着命运 这样的场面 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正在撤实 专家张鸿毅 发现了这片枯死的树木 一些不易察觉的特征 你看看 这个木头 还很坚实 除了这个皮之外 你看 很坚实 搬都搬不动 通过查看 专家发现 这些枯死的树木 居然属于一种 极为珍贵的植物 胡杨 胡杨又称胡同 属于杨柳科落叶桥木 树高可达15到30米 世界上的胡杨 绝大部分生长在中国 而中国90%以上的胡杨 又生长在新疆 波斯腾湖以南的 塔里木河流域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胡杨能够忍受 荒漠中干旱的环境 在极度缺水的环境中 往往能够生存数百年 这胡杨啊 它这个是沙漠卫士 它这个号称三千年数 怎么个三千年数呢 就是生出来 可以一千年不死 死了一千年不倒 倒了一千年不烂 号称千年不死的胡杨 竟然成片的死亡在了这里 这样的发现 让考察组感到 这一带也许面临着 十分严峻的生态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片不毛之地中 会不会依旧有幸存的生命呢 十分钟之后 考察组终于找到了一棵 依旧矗立并繁茂生长的胡杨树 这棵大树 树高十米左右 矗立在寂静的荒漠中 显得格外醒目 这时 专家小心地将树根下的沙子挖开 应该是要潮湿一些 在厚厚的沙层之下 有了新的发现 感觉有点潮 感觉冰的有点凉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突然的含水量要大一些 张鸿毅发现 这棵胡杨树下的沙子 并未完全干透 还含有些许水分 这一点点湿度 就足以维持这棵大树的生命 那么 那些死亡的胡杨树下 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专家来到一棵枯死的胡杨树下 挖开沙层后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地下都是干的 你看到这 一点水都没有 专家告诉我们 胡杨这种树木的根系十分发达 一般可扎到地下四到十米的地层深处 吸收水分 一旦地下水的水位低于十米 胡杨就会死亡 由此专家推测说 这里的胡杨之所以大面积死亡 是因为地下水不断减少 水位越来越低的缘故 在这样的地方 只有极少的地方 地下水位能保持在十米以内 因此 只在那些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 存留下了极少的胡杨树 发现了胡杨树死亡的原因 专家告诉我们 米兰古城之所以成为一片废墟的问题 也已经找到了答案 张鸿一说 米兰古城所在的位置 是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 罗布坡的边缘 这里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 沃斯滩湖的湖水 曾经大量流入这片戈壁 这一带曾经是水草风貌 牛羊遍地的水乡泽国 然而 从大约1700年前开始 流入这里的河水 开始逐渐变少 最终成为了现在的模样 而楼兰古国 米兰古城 在自然地理学家看来 都是因为环境的恶化 水源的枯竭 在公元630年左右 逐渐被人们废弃 成为了当地人眼中的死城 原来 米兰古城的破败和荒芜 是博斯滩湖流出水量减少造成的 那么 当地人传说中的 那种水下不明生物 又是否与湖水的变化有关呢 于是 考察组返回了博斯滩湖 想在这个浩瀚如海的湖泊中 寻找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当我们再次来到湖畔 准备乘船之时 当地人告诉我们 博斯滩湖的某些区域 长有很多硕大无比的卢尾 据说 那种芦苇远比一般的芦苇粗壮高大 常有误入其中的牛羊 在那片芦苇当中迷失方向 因此 人们将博斯滩湖西南角的那片沼泽地 看作不能轻易靠近的天然迷宫 当地人说 由于那一带人际罕至水草风貌 很可能藏有某些不知名的奇异物种 听说了这样的消息 考察组立即乘船 前往那片充满未知的水域 向南行驶了十多分钟后 记者进入了一片茫茫的围海之中 此时正值秋季 整个芦苇荡绿黄相见 美丽的芦苇花随风飞扬 宛如漫天的飞雪 绵密起伏的芦苇 纵横交错了河道 穿行其中 令人仿若置身于幽深罔顾 曲折迂回的迷宫 但是记者仔细观察 并没有发现传说中 异常粗壮挺拔的巨型芦苇 在芦苇当中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记者仍然没能发现 不同寻常的芦苇 这不仅让记者更加怀疑 传说的真实性 就在大家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 忽然船边的芦苇 开始出现了一些硕大的植株 这时记者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这种芦苇十分奇特 与其说是尾 看上去更像是竹 高大粗壮的外形令人瞠目 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 这种植物就是伯斯腾湖流域独有的巨型芦苇 被称为伯斯腾大尾 记者随即对它的粗壮程度进行了现场测量 向导告诉我们 一般的芦苇高度只有一米多 直径也在一厘米上下 而这里的芦苇无论直径还是高度 都是普通芦苇的两倍以上 堪称芦苇家族的巨人 来自新疆大学的植物学专家 努尔巴依阿布都沙利克教授 也对这种芦苇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一般看的芦苇都是比较爱的 但是我到现在没有见过这么粗的芦苇 可以说是实际上最粗的芦苇 努尔巴依教授说 芦苇是一种多年水生或湿生的核草 但眼前的这种草本植物 粗壮而硕大的体型 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那么这片大尾丛生的沼泽湿地中 会生长着怎样的水生动物 那些老乡们曾经撞到过的巨型不明生物 又会不会在这里与考察组不期而遇呢 博斯腾湖真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湖泊 不仅有人在湖里发现过游动迅捷 体型庞大的不明生物 而且那湖水当中还生长着 又粗又高的特殊的植物大尾 这一系列的现象都表明 博斯腾湖里一定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奥秘 有人猜测说这博斯腾湖的湖水当中 含有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是特殊的水导致了湖里的生物发生了基因突变 这才有了奇怪的食物 也很有可能藏有巨大的动物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破解博斯腾湖 这个蔚蓝色的湖泊里隐藏的谜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